土耳其一个礼仪课程建议女性,不要铁兵麒麟,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 据土耳其国民报报道,伊斯坦堡一个低收入保守地区巴格西勒市政局举办的,如何成为淑女课程? 教导学生相关礼仪,包括如何穿衣,走路和说话。 众多的建议还包括,以上大部分建议,都被视为好礼仪的指引。 而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话题的是女性吃冰淇淋的方法。 指引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舔冰淇淋,为什么会被视为不淑女的行为。 同时也没有指出,怎样才是有礼貌的吃冰淇淋的方法。 其中一名网民在推特发文。 那他们到底想我们如何吃冰淇淋? 易宁曾经参加该礼仪课程的学员表示,我们正在咬冰淇淋。 除了一众充满讽刺意味的回应外,亦有人认为,这是在限制女性的自由。 这实在太荒谬,必须马上停止。 这绝对是性别歧视。 谁要管我如何吃冰淇淋? 请尝试接受,这就是人吃冰淇淋的方法。 易宁网民在土耳其网上论坛说。 另外也有质疑,为什么这个课程只针对女性? 只男性也做这些事情? 非常令人厌恶。 原本是一名数学家的课程创办人亚苏爱达,对网上批评不以为然。 我不想营造一个淑女学校的感觉。 亚苏爱达对国民报说。 他认为,在社会上,怜悯,善良和谦卑的感觉,已越来越弱。 我们有责任管理自己的仪态,以免打扰他人。 我们在教导女士们,在公共场合应有的仪态,在社交媒体上,亦有淑女课程的支持者。 其中一名用户认为,如果每个地区的人都接受过类似的课程,那么伊斯坦堡将是一个更宜居的地方。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0年前由于脚后跟长有骨刺而被免除兵役。 但关于诊断是如何做出,由谁做出一直是个谜。 以故骨科医生拉里布朗斯坦女儿的话,也许为破解这个谜团提供了一种解释。 据美国纽约时报26日报道,布朗斯坦的女儿埃亚萨称, 她的父亲当时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的房东,也就是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一个人情, 才出具了这份诊断书。 当时布朗斯坦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座建筑里,开设办公室为病人看诊。 该建筑的所有权,属于特朗普家族。 据埃亚萨回忆,布朗斯坦生前曾暗示过, 特朗普的脚后跟并未达到不合规定的程度。 他推测,另有一名骨科医生曼尼,也参与了诊断。 他在布鲁克林区的公寓,也属于特朗普的父亲。 资料显示,就在特朗普被免除兵役的那一年, 曼尼搬进了特朗普家族持有的公寓中。 不过布朗斯坦并没有留下任何医疗记录。 国家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也不复存在。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这份医疗文件的真伪。 布朗斯坦到底有没有检查过特朗普的脚后跟? 埃亚萨也不能确定。 2014年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 他在上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权利。 他的父亲只是个布鲁克林的小房地产商而已。 他说,当年的我完全不能与今天相比。 张继丹,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7500 on the 31, 装备宙斯盾系统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区逐舰。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田玉, 为拦截中俄新发展的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上的导弹滤镜能力。 据美国防务新闻29日报道, 美国政府一结束关门状态, 就批准了对日出口两套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军售项目。 此前美国刚宣布准备在日本部署能监视5000公里范围的反导异景雷达, 再加上日本和驻日美军现有的各型反导系统。 让日本成为美国的反导防波堤坝, 英国检视国际防务评论认为, 之所以美国要将针对洲际导弹的新一代远程预警雷达部署到日本, 就是为应对中俄新发展的高超音速武器。 报道称, 美国要防堵对手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 就必须建立更绵密, 更多元的反导作战体系。 由于高超音速武器, 将极大压缩美国反导系统的反应时间。 难以预测的飞行轨迹, 更增加了拦截难度。 为此五角大楼, 必须想办法, 争取更早发现导弹, 组织更多波次的拦截。 目前, 日美已经共享美国早期预警卫星, 日本陆基雷达, 预警机等搜集的导弹信息。 在日本部署的新一代反导雷达, 不但能第一时间获取从亚洲腹地升空的导弹信息, 还可以将目标情报, 通过高速数据链, 传输给部署在日本的宙斯顿战舰, 或陆基宙斯顿反导基地, 发动第一波次拦截。 同时相关导弹信息, 由美军海基 R-E波段雷达持续监控, 最后由阿拉斯加的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再次进行拦截。 这正是美国赖以抗衡高超音速武器的法宝, 日本军事研究, 卓比锦上孝斯承认, 日本如此投身美国反导系统, 等同于让自己成为亚太邻国的潜在敌, 把不该瞄准日本的火力全吸引过来, 若真到了那一步, 替美国火中取力的日本, 势必首先遭到别国的报复。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万, 新华社武汉1月12日电提, 一些尚存战斗布置计原空将兵雷神突击队队长史建强, 张玉清、蒋龙、吴林, 在海拔3500米地川西高原, 经历了两周一夜的拉链, 疲惫不堪的雷神突击队员们, 却在最后的十兵对抗中被蓝军包了饺子, 一切似乎已成定局。 刷! 就在蓝军分队指挥员上包情况时, 一个身影如鬼魅般从草丛中穿出, 将其控制。 在其他蓝军官兵施神的刹那, 又有数个迷彩身影闪出。 仅仅五分钟后, 一切便恢复了平静。 几个月前的那一次绝地反击, 让雷神突击队队长史建强, 又一次在官兵那眼中成了传奇。 只要有石头在, 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雷神突击队员说到自己的队长, 总爱用石头称呼。 史建强任队长五年来, 先后征战合作2011, 空降力剑2017等十多次重大演讯任务。 率队在历任赴20113全军特种兵比武, 金英赴2015国际侦察兵比武竞赛等任务中摘金夺银。 荣力个人二等攻, 三等攻各两次。 带领雷神突击队荣力集体一等攻一次。 雷神突击队, 作为空降兵着力打造的精干, 多能, 灵活特种作战力量。 担负着引导打击, 特种破袭, 要点夺控, 应急救援, 斩首行动等多种特种任务。 今年已经34岁的史建强, 始终未曾松懈。 战术训练。 他和新队员一样, 每天上百次扑倒在地。 身上常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胳膊, 大腿上的数十个伤痕。 新伤压着旧伤。 山地越野。 他会到最后面拽着落伍的队员一起奔跑。 不让一人掉队。 长途行军拉链。 他主动在裤脚绑纱带, 在背囊里放哑铃。 在超标准的复合中挑战局限。 雷神突击队教导员张绍斌, 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搭档。 一年360日, 多是横戈马上行。 尖刀折服。 只为一招亮剑。 2015年6月, 每两年一届的精英国际特种侦柴兵比武竞赛, 在哈萨克斯坦如期举行。 代表中国出战的雷神突击队, 要与俄罗斯空降特种分队, 美国绿色贝雷帽等十支净旅同台竞技。 在30公里的敌后渗透行军中, 面对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使剑强以超人的意志, 带领队员们以绝对优势摘得第一名。 这次比赛, 使剑强带领队员们取得八个单向第一。 使头不仅自己练得很, 练兵也特别很。 特别是遇到训练偷工减料的事。 远方你能找到适合你的国防置公了中国兵一同一类戏话的时间多abile Talking about sh now